大家好,我是Achair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什么是域名解析 首先看一下什么是域名 我的个人网站的域名叫achair.cn 还有的域名比如说叫.net 或者叫什么什么什么.com 这些都是域名 解析是这两个字 这个域名它有一个注册机构 比如说阿里云 再比如说godaddy 再比如说还有namesilo setground也可以注册域名 很多机构都可以注册域名 国内的国外的很多域名注册机构 还有一个叫主机 上节课说过 这个主机国内外也有很多机构 国内比较有名的就是阿里云 包括腾讯云 还有很多卖服务器的卖主机的 关于服务器和主机 以后再和大家分享 这个视频先分享域名解析 我们可以理解 它有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在维护着管理着 运围着这些域名 还有一个机构 它有很多台主机 它这个机构在运围着他们的主机 它有可能是同一个机构 域名和主机是同一个机构 又卖域名又卖主机 最常见的是我从这家机构买的域名 从另外一家机构买的主机 不管是在同一家购买的域名或主机 还是在不同家购买的域名和主机 都需要做域名解析 简单的说 域名解析的原理 它就是把域名跟主机做连接 其实应该是正向的连接 但实际上 从主机往域名这个位置 它也要做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进入主机的后台 每家服务商它的管理后台是不一样的 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我们在买主机的时候要填写域名 所以第一步我们先购买域名 比如购买了achat.cn这个域名 然后在某一家服务商那购买了 主机在购买主机的时候 有一个选项 让你填写域名 我就填写这个域名 系统会把你购买的这个主机 给它打个标记 主机是achat.cn的这个域名的 其实不光是打了标记 真正的意义是它在这个主机上 或者你买的这块空间里 它给做了一个接收器 就是你的空间比如说是100个G 它在上面有一个接收器 这个接收器我里面写着achat.cn 它的意思是它允许achat.cn 过来的流量或者是过来的用户 到达当前这台服务器 比如这一号服务器